欢迎收看一海方圆 我是赵若勋 今天呢 还是由我来为大家讲解对杀的技巧 在之前两期的节目中呢 我为大家介绍了这个经济独立和经济独立的应用方法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呢 我为大家介绍了经济独立在这个边上对杀过程中的一些应用的技巧 那么本期我们还是继续为大家讲解这个经济独立 那么首先还是为大家先解答一下上一期的题目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呢 黑棋是这个五颗棋子 目前是被白棋分断 那么乍一看呢 这个这道题跟这个经济独立 我们讲的经济独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么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问题 这个黑棋呢 由于这个被分断啊 就必须要与白棋的这个边上的棋进行对杀才行 不然的话呢 黑棋显然是无法生还呢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如果直接对杀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只有打吃 这道题目看上去这个空间很大 里面的空间很大 看上去变化非常多 但其实变化呢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 黑棋爬 你看这样白棋挤 这个黑棋呢 就简单的就卖一气了 白棋再打吃 这样黑棋就不行了 好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黑棋 我们再看一下 黑棋如果在这边打吃 这个同样的道理 这白棋都不用跟着他吃 就是简单的接上就可以了 这样黑棋呢 依然是卖一气 这白棋只要收气就行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看这第一招 其实也是变得非常的简单 这个黑棋如果要是走在别的地方 被白棋一接 比如我们之前说的打吃这个 或者打吃这个 那无论你走在哪 这被白棋一接 黑棋都无法与白棋进行对杀 也就是说黑棋的第一手 这个挖是必然的一手 这个挖是支刺一手 我们再来看看白棋 那么白棋呢 首先这个黑棋挖的时候 白棋是这个地方是不入气的 白棋呢 是不能下在这里的 那我们看白棋呢 如果要是接 这也不行 这首先黑棋就可以把白棋这里吃掉 那么黑棋还有冲这个 这个冲是更好的下法 你如果吃的话 这被白棋打吃 这样黑棋呢 就只能吃掉一个尾巴 只能提掉 这样白棋呢 就可以把黑棋这个三个子吃掉 但是黑棋这个冲可以冲 这个冲是更好的下法 我们看这冲的时候呢 白棋这时候就不能去断了 白这时候如果断 就被黑棋一气吃掉了 那么所以说黑棋挖的时候 这白棋呢 也只有打吃 这个打吃也是必然的一手 接下来我们看 黑棋呢 看上去这个黑棋只有戒 好 白棋接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 黑棋现在是一二三三口气 那么白棋呢 我们来收一下 如果斑 我接 好 这个从这最简单的 那个最直观的方法来看 白棋也有四口气 其实白棋还是不止四口气 因为黑棋这个位置啊 我们之前说过 黑棋有一个不入器 那么这个位置是收不进来的 所以说呢 白棋是五口气 那么这样就是一个三棋对五气 那么显然黑棋是不行 好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看这道题呢 这个挖是 这个致死一手 人家打吃呢 黑棋这个粘看上去也是致死一手 但是如果粘上的话呢 黑棋这道题就失败了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 黑棋必须要去开动脑筋才行 这道题 黑棋的正解是这个扑 我们来看 这条棋非常的妙 这扑非常的巧妙 扑的时候 我们大家注意 这白棋不能在这提 这是一个倒扑的起性 如果提掉的话 这个反手就被黑棋 把这四个全都提掉 提起来了 那么所以说 黑棋扑这个的时候 这对白棋来说 也是一个命令型 白棋只有七 有了这两招交换之后 黑棋再去接 这样白棋只有七 我们看这个跟之前的变化比 就是让白棋在这个地方 白棋在一路这个地方 多了一颗棋子 这颗棋子 对黑棋来讲 明显是帮忙的 这颗看上去长的是白棋 其实长着一副白棋的嘴脸 其实它是黑棋的间谍 这多了一个白子 实际上对黑棋是有利的 由于有了白棋有了这颗棋子 我们看黑棋就可以在这断吃 接 黑在里 我们看这个间谍 现在就已经 明显是帮了黑棋的忙了 如果没有它的话 这白棋一下就把黑棋两个吃掉了 那现在白棋还能不能去吃啊 现在这个明显就是就自杀了 这就不是去吃黑棋了 你再进来就被黑棋全都提掉了 我们看下到这里的时候 观众朋友们一定就会发现了 这个金基独立 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金基独立 这个棋形就出现了 我们看这黑棋外为三口气 那么白棋呢 这个四个子是两口气 也就是说对沙是黑棋快一气 那么白棋也无法吃掉黑棋这两个子 所以说下成这样的话呢 就是白棋就不行了 这道题非常有意思 我们之前说过白棋的这招棋是 这招棋是间谍 这是黑方派去的一个间谍 那我们看白棋这个棋子 其实也是间谍 这个棋子其实也是一个间谍 这个如果没有它的话 我们看黑棋还是不能打吃 打吃着白棋跑 黑棋立的时候呢 白棋再打就把黑棋吃掉了 那么通过这道题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有的时候啊 利用对方气性弱点的时候 不仅是要看到这个表面的现象 还要看到本质 就是白棋有的时候 你看上去对方棋子比较多 那么它多的时候呢 可能是副作用 像白棋这个子 这个子还不如没有呢 如果没有的话呢 这黑棋就没有办法了 这道题呢 就结果就不一样了 那么正是因为有这一子 这个白棋叫做自撞一气 有这个子也是自撞一气 这样黑棋的禁忌独立的手法呢 才能够成立 好 那么这道题的最终的结果 就是黑一挖 白棋打吃 那么黑棋再扑 这样是一个黑仙可以杀白 利用一个我们学过的 在边上的经济独立的下法 可以打吃 最终结果是黑仙白死 好 这道题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通过研究这道题啊 可以看出来这个经济独立的手法 在这个对杀过程中 包括实战过程中 都是非常的常见 好 那么我们大家 如果要是熟练的掌握了 这种下法的话呢 相信对您的在实战中的胜率 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肯定会帮助您提高一下 这个对局的胜率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下一个环节 好 那我继续为大家讲解今天的内容 今天呢 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两道例题 这两道例题都是跟我们之前所学的 经济独立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两道例题呢 非常有意思 在给大家讲解的是 之前我想为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简单说明一下 我们讲这个对杀 对杀就是两块旗 这个不活的旗 在一起收气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之前讲过锦气法 和我们这个系列做的宽气法 都是对杀的一些手法 那么这个对杀有一个前提 就是两块不活的旗进行对杀 那如果有一方突然变成了活旗 那么是不是就谈不上对杀了呢 那么所以说这个对杀其实跟死活是密切相关的 在对杀之前 首先要把对方的旗杀死 你不能被他活了 被他活了的话 那我们就谈不上对杀了 所以说对杀跟死活是密切相关的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两道题呢 也都是这样 就是主要是以死活为主 在对杀之前 首先要吃掉对方才行 我们来还是具体的看一下这两道立题 这两道题呢 其实非常的相似 我们看都是跟死活有关 那么这图一 这道题是黑仙 我们先来看一下图一 我们看现在黑棋呢 是黑棋的这个九颗棋子是没有活 这九颗棋子是没有活近的 但是黑棋想要做活他非常容易 我们看黑棋有很多种下法都能活 比如打这个 这样很明显就活了 这样黑棋这个地方是一只眼 那么这个地方把白棋这颗棋子吃掉的话 黑棋肯定就已经活了 我看白棋只有打吃 黑棋踢 白棋弯 这样呢 黑棋还是先手活 但是我们说这个活棋呀 并不是目的 这道题如果是黑棋只为了自己活棋 而做的话呢 就大错特错了 这样我们可以说 这黑棋也就是太没有追求了 那么黑棋冲这个也能活 我们看黑棋如果冲这个 这也是活棋 白棋只有打 黑棋再踢 白棋还是只有弯 这样的话呢 黑棋是一个后手活 这黑棋还在补 补补补的话被白棋立 这样黑棋就死掉了 所以黑棋还得走 不过这个同样的道理 黑棋虽然活了 那么白棋呢 这块也活了 那这道题呢 就失败了 所以我们说这道题呢 不仅是一个对杀的问题 它也是一个死活题 本身这道题就是一道死活题 这道死活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黑棋 那如果要想杀白棋的话呢 该如何动手 之前我们说过 这个你要是打吃这个 被白棋打吃 这样白棋就可以做活 那么你要冲这个 同样道理 白棋也是拐 那白棋也是一个活棋 那么黑棋如何杀白呢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黑棋比较容易想到的是这个一路点 这个点啊 在很多时候是杀棋的妙手 在很多场合下 这个点是杀棋的妙手 我看白棋呢 首先这不能团 你要如果团的话 这很简单 黑棋打吃 再打吃 这没有用了 这个黑棋 这两下先手交换 已经把白棋的眼灭掉了 这样白棋显然就死 这点的时候白棋不能团 那我们看点的时候 白棋能不能接 白棋黑棋当然只有打吃 这个时候呢 白棋的确白棋这三颗棋子呢 并不是棋筋 这时候白棋可以走别的 比如说直接跟黑棋杀棋 但是非常遗憾 这个直接杀棋呢 白棋其实不够的 好这样呢 我们看这白棋是杀不过黑棋的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 这个那么点的时候 白棋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这一点就可以把白棋吃掉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这也就谈不上对杀了 这跟这道题就跟对杀 没有什么关系了 白棋这个狗 这个同样也是不行的 跟这个的话 黑棋打吃 这样呢 其实并不是双活 你如果搬的话 黑棋如果打这个呢 就形成了一个双活 这是一个双活 双活黑棋也是不能满意的 我们看 但是白黑棋啊 这个时候黑棋可以不打这个 也可以不打这个 黑棋直接接 这样白棋不能团 白棋如果团的话呢 我们看 没有撞这一气 就黑就可以把白棋吃掉了 那所以说白棋不能接这个 那白棋呢 爬这个怎么样 黑棋也是一大吃 这样白棋这三颗棋子就接不上了 那么这样呢 也是可以把白棋吃掉的 但是我们看 这几个变化 虽然黑棋都把白棋吃掉了 但是并不说明 黑棋这个点就是正解 因为这个点的时候呢 白棋其实是没有下出正确的下法 点的时候 这白棋有一招非常顽强的 就是这个小尖 这个一路的这个虎是好手 我们看白棋虎之后啊 黑棋这个位置就进不来了 这个位置就变成了一个不入器 那么黑棋想杀白棋的话 冲这个也不行 冲这个白棋一接 这样这个不入器 这个也不入器 这个显然黑棋就不行了 那么这时候黑棋就只有冲 当然冲的时候白棋不会接这个 白棋是冲 黑棋提 那么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打结 形成了一个结征的变化 这个变化呢 也是黑棋不成功的 好 这个变化黑棋也是不能成不能算是成功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解 这道题的正解呢 是这个 靠 这个二路靠是这道题的正解 好 这靠的时候 当然白棋只有接 这是你走什么被黑棋一接 这个白棋都是无条件的被杀 白棋只有接 可以再打吃 这是好手 这样的话 我们看白棋局部呢 肯定是已经无法做活了 那么只有白棋呢 现在也只有去想办法与黑棋进行对杀 你如果打吃 这就谈不上对杀了 黑棋一提 这样黑棋就活了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啊 黑棋靠白棋接黑棋断吃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进入这个对杀的这么一个正题 这样双方才开始进入对杀 那么黑棋这个靠呢 是杀棋的手劲 这只能说是死活的手劲 我们说过要对杀 首先要双方两块不活的棋 才叫对杀 如果这被别人活了 那么就谈不上对杀 这样的时候呢 白棋只有利 因为白棋走什么被黑棋提 这个黑棋都活了 那么同样的道理 白棋要想跟黑棋对杀 首先也要杀掉黑棋 这个时候我们看 黑棋最简单的下法 黑棋这个打吃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一种下法 这样的话呢 黑棋能确保把白棋的这两个棋子吃掉 但如果这样的话 白棋搬 黑棋提 白棋爬 如果这黑棋铺 那么这个形成了一个 就形成了一个打结 这个结呢 是对黑棋有利的缓一细节 我们说但是打结呢 其实并不是正确的答案 这道题打结并不是正确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白棋利 白棋利的时候呢 这时候黑棋有一招好手 就是可以避免打结 黑棋可以弯 就是明知道自己可以吃掉白棋两子 而不去吃 而选择这个弯是好手 这是对杀的好手 黑棋一弯之后呢 这个局部就形成了一个 金鸡独立 这个局部是一个金鸡独立 就是白棋这边不入器 这边同样也不入器 那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 这个金鸡独立的这么一个手法 就在这个局部就出现了 那白棋想杀黑棋 白棋只有斑 这时候我们注意 这时候黑棋当然不能随手的打吃 你打吃白棋一结 这样是一个什么结果 大家请仔细的看一下 这个局部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奇形 这形成了一个双活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双活 这是我们一般双活啊 叫双活都是你我双方都活 才叫双活 就谁也杀不了对方 双方都活 那么看这个局部来说 是不是一个普通的双活呢 他这真不是一个双活 他这是四块棋都活了 就双方加一起 这一共有四块棋 我们像白棋这块棋 和黑棋这块棋 还有白棋这两个子 还有黑棋这三个子 这个互相制约 互相牵制 这四块棋呢 谁也杀不了谁 这个位置都是互相补入器 这个位置也是互相都是补入器 这个位置同样 两个人都是补入器 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四块双活 但是四块双活 这个结果黑棋是不能满意的 黑棋可以吃 白棋爬 黑棋踢 这个时候白棋如果扑 黑棋就踢 像白棋只有从外面收器 那么黑棋再打吃 我们看这个结果呢 就是一个黑棋快一气的 这么一个变化 好 通过这个之前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道棋的正确答案呢 就是黑棋靠 黑一靠是正解 白棋接的时候 黑棋再吃 这样呢 是白棋立的时候 黑棋可以弯在这 这样呢 是一个 金极独立 是一个黑棋可以杀白的 这么一个变化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个图二 看一下这个图二这道题 这道题呢 是白鲜 我们看白棋 一二三四五六 白棋这六颗棋子啊 目前是身陷重围 这个被黑棋团团的包围 那么这六颗棋子呢 有五气 有五口气 这个可以说白棋的气 倒是蛮长的 这白棋气 还是很长的 但是这个气长没有用 我们看这黑棋呢 现在 白棋呢 就必须与黑棋进行对杀 那么对杀的时候 我们看黑棋这个地方 已经是一只铁眼了 这个地方已经是一只眼 那么 黑棋如果在这个地方 再做出一只眼的话 我们说过 这就谈不上对杀了 这就 不能叫做对杀了 那就是 只是白棋单方面被杀了 那所以说 黑棋活了 白棋就死了 那这道棋实际上是一个死活问题 对 这道棋其实是一道死活体 我们看一下 虽然跟杀棋有关系 但它其实首先呢 要吃掉黑棋才行 跟我们之前那个图一 是有相似之处的 白棋我们看看怎么吃 怎么来杀黑棋 首先你如果打吃 黑棋接 如果接 那么黑棋一弯 这个棋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黑棋两只眼睛 这已经牢牢的瞪圆了 那么这白棋显然就失败了 黑活了 白棋自然就死掉 那么打吃 黑接的时候 白棋这个时候呢 可以连斑 白棋连斑是非常顽强的一种下法 这时候呢 黑棋不能杀气 我们看黑棋如果收气的话 讲过白棋呢 虽然这个六国子 现在是深陷重围 但是它气还是很长的 如果杀气 它就接上 这样收气的话呢 是黑棋卖一气 但是黑棋当然是可以在这打吃 在这打吃的时候 白棋就已经不能接了 白棋接的话 被黑棋再一打 这样白棋就被吃了 那白棋呢 只有一路low吃 黑棋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结针 我们说这个结针呢 不可以说是白棋没有棋 白棋确实是可以结杀黑棋 但是这个并不是正确的答案 打结并不是正结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这道棋的空间并不大 解题的空间并不大 白棋在这打吃显然是更不行了 可以只要一跑 这个白棋就被吃掉了 那么自然黑棋也就做活了 白棋如果单场怎么样 我们看单场的话呢 黑棋 首先黑棋不能接 黑棋如果接被白棋拖 那这黑棋还是死了 但是你单场的时候 这时候黑棋可以 这个一路虎 这个一路倒虎 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手劲 白棋可以接住 你打吃黑棋也接住 那么黑棋同样的道理是 就是两只眼睛已经做得很好 这已经黑棋已经做活了 那么这道题分析到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白棋呢 其实就第一手是只死一手 你这打吃也不行 这个打吃也不行 这长也不行 那么这个要点就只有在这个一路 黑棋白棋这个点是 局部的一个妙手 这个点是一个局部妙手 我们看黑棋如果接 那这道题就非常简单了 白棋就算长一个 这个局部 黑棋也不活了 但是黑棋这样的话 白棋长的黑棋可以打吃 这样呢 是一个黑棋可以做一个赖皮结 这个是 这赖皮结是缓三细结 黑棋是不太有利的结 但是毕竟也是个结 那么点黑棋结的时候呢 这时候白棋还有更好的下法 就是连结都不给黑棋 就是这个跳一个 你看这一路跳是非常妙的一手 这样呢 黑棋就净死了 黑棋无法吃掉白棋这一颗棋子 所以接不行 我们再来看这个弯一个如何 这弯的时候呢 白棋时间不能断 你断它就打吃 这样白棋就死了 但是白棋可以爬 这爬的时候 反正黑棋是不能接的 你要接 什么时候一接 被我一度过 这黑棋就不行了 黑棋管 白棋同样不能断 然后白棋可以再爬 就爬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就爬到你这个利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白棋啊 我们多次讲过 要利用这个脚部的对 这个特殊性来进行对杀 当你爬到脚上的时候 这就可以断了 这再断 我们看黑棋这个位置 就变成了不入器 那么这个也是不入器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 金棋独立 我们之前学的金棋独立 就在这发挥了 那么黑棋接的话 白棋度过 这个黑棋也是不入器的 这样对杀也是黑棋慢一气 那么黑棋如果斑 白棋也是可以打吃 黑棋接 这时候白棋就加和斑都可以 这样的也是一个金棋独立 好 那么这道题的正解呢 就是白一点 点之后呢 黑棋就无法做活了 在杀死黑棋的同时呢 这个对杀也是白棋快一气的 好 今天的这两道题目 就给大家将见到这里 相信您一定会通过学习 一定会对这个金棋独立的下法 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好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互动环节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还是为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的互动题目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呢 是白棋 跟我们之前 讲的两道题呢 是一样的道理 不仅是对杀的问题 这道题呢 还跟死活有关 这也是一道死活题 我们看白棋呢 如何 利用这个金棋独立 还是需要用金棋独立的手法呢 去杀掉黑棋 请您仔细的思考 好 那么今天的互动题目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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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